我聞到超會大的米耶 怎麼這樣 是不是在下面燒死了一隻蟑螂 我等一下錄一錄溫島 你不是說他可能要不等疫情過 眼鈴阿阿好好做好功課再來喔 我很期待跟你的開槓 非常寂寞的地獄下午茶 我自己給他錄影錄起來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要 非常非常遵守我們的防疫規範跟標準 所以呢 我的製作人就很像 在探望監獄的我一樣 因為我們公司的那個會議室 是有一大片的玻璃 所以他就在玻璃的另外一頭 要給我提問 所以今天就只有我跟他 你有話要說嗎 怎麼樣 他對我比個中置 你看這個人 我這一景呢 要跟大家推薦的 就是我們在防疫期間 最容易把它囤起來的乾拌麵 由阿秋大肥額出品的阿秋拌麵 它的口味呢是 重點是呢 它的麵體喔 是我喜歡的那一種是直麵 剛好它的寬度 而且呢它的份量是非常的足夠的 希望大家假日的時候 都可以乖乖的待在家裡 當宅男宅女 好啦 那 卡仕如跑出蟑螂 好 反正就是我去把它處理掉了 大家會以為我吃的東西很不乾淨耶 垃圻掌垃圻掌啊 不可以這個樣子 因为疫情当前的所有事情都是次要的 更何况我们体育赛事其实就是娱乐的一环 这时候防疫视同作战 对我们赞成P.E.A.League的处理方式 不用拖太久让大家觉得说 什么时候才要再恢复冠军赛 而且他说前提是双方的球队都要同意这样子的决定 才会下这个判决 你要说这个冠军不纯吗 我倒觉得还好 我就是目前线下最好的一个方式啦 如果说接下来职业篮球联赛 他还想要继续进行的话 我们一定要想好应该怎么样去做 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也看看大家有没有就是处理事情的智慧啦 就是梦想家就连续走了两个洋将 一间点子在开心的纳闷 觉得有什么技巧 就是因为洋将的离开 然后他们还可以打成这个样子 就会觉得 所以没有洋将的梦想家体质才是更好的吗 会有这样的疑问出现 塔哥老师是为什么会离开梦想家回去美国 要生小孩 哦对要生小孩 你知道他这样的状况就有人想到谁 陈卫英 大家在自己的职业生涯跟家庭之间做一个判断 我觉得是蛮合情合理的啦 然后再来呢 杰伦突然回国 球团的说法是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在上场拼战 那他还特别强调说 球团基于维护个人的隐私权的原则 必须保护杰伦之病况内容 一般来讲如果说球员他身上是有伤的话 会很直接的表明就是说 他可能肩膀有伤啊 膝盖有伤啊 哪边有伤啊 这一次他这样子特别提出来了 我觉得应该就不是在fiscal的部分 应该是在mental的部分了 大家对于心理上面的一些疾病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像NBA那样的重视他 很少有球员会把自己的心理状态 或者是比较负面啊 甚至是看起来很弱小的那个部分 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 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真的大家应该要体谅跟包容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状况 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都是在这个时间点离开 所以我先前就大胆假设一个问题就是 是不是他们的合约其实没有续签到 就是季后赛的这个部分 再加上刚好遇到了这样的状况 两个原因加起来 就刚好让他们回去美国了 我的猜测是这个状态 我们在录影的这一天 其实可以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在苹果日报的纸本挺堪的 非常非常的悲伤 他们进入台湾之后呢 也把他们的狗仔文化带入到了台湾里面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纸本 非常非常的强大 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 在我们高中的那个时候 是王健民全盛时期 只有苹果日报 他们有派记者在美国Longestate 每一场每一场跟着他跑 那个时候他们从美国传来的照片 只要是那天盛头的话 隔天我们的那个苹果日报 他前面就会有一个爆皮 就全彩的 很漂亮 地底盛地底盛地底盛 我们依照他的那个日期 这样一一把他贴下来 必须说因为他们在纸本上面的花费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昂贵的 但是呢终究是抵不过数位的浪潮 可能未来的小孩子 应该不知道报纸是一份卖多少钱吧 甚至未来可能看不到报纸长什么样子 不穿稀疏了 好 看一下我的面 新闻标题是 新联盟球员要从哪来? 问号 吴代豪也疑惑 新直兰联盟 我是觉得啦 给了更多喜欢打球的人舞台 实力的好坏可能会因此而参差不起啦 我觉得就看就是 各个球团的口袋够不够深 请来的洋将够不够好看 明星球员其实都已经在P League里面了 你要怎么样去把他们招揽进来 甚至是把这些原本在SBO的球员 给招揽进来的话 这个 要准备的够多啊 很多人都会在讲说 台湾的市场要附和两个直兰的联盟 到底是够不够的呢? 我是觉得有点吃力 但是呢 篮球跟棒球比较起来 相对来说呢 篮球其实是比棒球还要稍微轻松一点点 最好的办法呢 就还是如果可以 在进行完各自的理念之后 可以好好做下来协商达成一个共识 不要有所谓的内耗的问题 要不然像这样子 他到底要以谁为首呢? 还是真的要来看我们的市场机制 会把哪一个联盟 在几年之后淘汰掉呢? 这都是很难说的 干拌面的精华就在于一个字 拌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拌 不是 拌面的颜色 啊 你背能拌牙啊 这好好吃喔 中华职棒统一师和卫泉龙 13号在坦南球场的比赛 因停电比赛被迫中断 隔天会长就道歉了 我不懂为什么硬要打 就明明知道会有停电的问题跟危机 而且这个问题 也不是你们一时半刻可以解决得了了 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些决定跟判断的时候 应该要再更当机立断一点 那天打多久 一下而已吧 对不对 然后就停了 干嘛呢 没有必要问 那一下就继续进行比赛吧 而且你们知道 球员要提早多久要球场准备吗 至少四五个小时 可以再决定更快一点好不好 会长 那你会长你什么时候要来呢 现在疫情期间 我们可以视讯连线也可以啊 这样你就不会感受到我那么大的压力 林总跟宏总都觉得停赛一样 刚刚在队以前就发布停赛一周也好 其实我们的球员啦 以及没有像以前一样 这么样的硬性规定说 他们必须要集中住宿 集中统一的管理 可能他们的移动 已经不是从球场到宿舍这么的单纯 他们去过了哪些地方 球团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 我觉得就现在是这个样子 这一周全部延赛 所以这场比赛还是会继续进行 只是不会是在这个礼拜而已 我听说是不是有那个 宏总提议球员要打疫苗这件事情啊 趁现在赶快打疫苗 可是你知道吗 自费疫苗已经停止登记了 大家还是要戴好口罩 亲洗手 做好就是社交的距离防护 才是最佳的上上策啊 我们讲一下上一题大家敲碗的王波隆 王波隆去了时候打 那个不好的说一堆电盘的酸民 该一天不在流浪 天不在操赛 现在呢 又是台湾的王 啊 干嘛呢 给人家鼓励不行吗 但我觉得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吴念廷跟王波隆是真的还满好的 前一阵子的时候 是不是有吴念廷他的好表现 传回到台湾 给大家一种温暖的鼓励 然后现在又有王波隆在 你知道运动就是有这么奇妙的魅力 让大家觉得 我们好像要凝聚在一起 然后是很正能量的那一种 波隆啊 下来就不要再下去了 好好打 今年是你的合约的最后一年 一定要好好展现自己的价值 你不止如此的好吗 好 我不乐见欸 我们现在很好 我们不太需要你 你可以来台湾吗 你来台湾打 双马之棒可以吗 那你怎么看 就是应该想在生涯末年 参加冠军吧 到期这几年 近十年来吧 他们每一年都有季后赛的资格啊 近五年他们打的都很好 所以他想要一座冠军 就好像当初是NBA的谁啊 想要冠军 然后就去抱团 他都会用老将调管 低薪加努 对 对对对对对 可能是他最后一年了啦 欸 自知一岁了 很猛了好不好 OK啦 够了 全大呢是我们这次全大运 举办的场地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必须要维持 室内五个人 户外十个人 所以在全大运举行的期间呢 一定会有卫生单位 去现场去基查 就是说 你们这个其实已经没有符合规定了 所以你们必须要停下来 他这个志工 先在成大的社团上面做爆料吧 简单来说就是 有一个竞赛组的组长 指挥志工们 走到舞台后方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等消息 他们可能有那什么卫生局啊 或是署长要来啊 不能超过一百人等等之类的理由 来跟这些志工们说 反正你们就是 先待在地下室就好了 志工呢 又因为避难组的组长 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继续工作的情况之下 结果才坐下来不到十分钟 竞赛组组长呢 就又跑过来骂他们 再次叫他们回到地下室 然后他就非常的不开心的 在他们那成大的社群里面做了发文 很多人在这个下面留言 就说什么 台湾价值 就是如果没有被看到的 就是装作是不知道的 这样的状况 全大运应该停了吧 对啊 全大运停办啦 而且其实在四天之前呢 黄伟哲和陈大就已经 呼吁就说延办全大运 其实那个时候就延办就好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因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 体育选手他们一定会觉得 啊很可惜啊 我们今年度因为疫情的关系 国外的赛事已经很难去参与了 国内的赛事 又停办的话会少了一个舞台 少了一个检验自己训练的成果 但是防疫当前真的什么事情都要摆在第二 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 有很多社会人的联赛 他们是持续在进行当中 那个时候我记得吧 就有看到移工加入 他们说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家乡 他们的休假日 其实就是在踢足球 因为踢足球最爱是他们来讲 就是最最简单上手的 他们也没有太多的训练时间 但他们就是每次工作忙完之后 就会可能在工厂啊 或者是碰地那个地方 他们开始就是踢足球 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好好地休闲娱乐一下 我觉得是挺不错 但是呢我觉得很可惜的是 这个赛事呢在新竹登场之后呢 结果现在就面临到疫情的关系了 而且我现在也还蛮担心 就是说 刀金奥运剩下不到几天的时间了 到底要怎么去呢 都已经是六成这样子的 民调说不想办了 怎么办 体育媒体接下来一年会非常的辛苦 可能会收起来的 也有可能 希望大家还可以看得到 我是第一小场 呵呵 六马跟黄蜗 会不会我讲的一场上 全部都是反指标 六马跟黄蜗 六马 无人对勇士 啊就勇士啊 威雄对马刺 无条件马刺 这是盲目的 好 我今天的面真的是无敌好吃 这就可以知道我今天有多么的无心 回答我们制作人的提问 蟑螂是来自制作人攜带的卡士罗 他今天就是来弄死我的 没关系今天还要推荐一本书 新冠肺炎下的职业棒球 这本书里面其实就在讲说 从去年开始因为这个COVID-19的影响 到底这些就是职业赛事 应该要怎么样的进行 怎么样的一些做一些配套 以及这些文化到底会产生哪些冲击 这本我觉得可以讲是说 就算再困难 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找得到转弯的地方 完整的回顾疫情 惨重的2020年的全球棒谈的大小事 所以不只是我们中华职棒呢 也包含了我们的MLB 喜欢棒球的你 喜欢运动产业的你 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本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地狱下午茶 我们要提醒大家 还是要好好做好防疫的措施 如果非常的不幸 就是下个礼拜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会停更 对我很有可能就是在家去自己录音的 制作人可能连出现都不想出现 他觉得我可能很可怕吧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地狱下午茶 我们下礼拜见咯 再会 拜拜 你还没看地狱下午茶吗 还没看吗 快点 订阅 按赞 加分享 开启小铃铛 全部给他边看边吃起来 吃起来 嗯